老婆 谢谢 那里有一只鹿 好瘦呀 华蜂 华蜂也说一下 走吧 走吧 其实地方比我想象中小 有一个可以有车位 放着车啊 然后这里可以鞠个帐篷 那里可以有一个桌子椅子 下面有一个湖还挺漂亮的 但是 就是很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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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看这个同学 在野外做饭的样子也是特别帅气 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对这种 camping感兴趣 跟大自然接触的机会 首先你看这你听这个这么安静 这水离这么近 这树还是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 这是你第几次camping camping可能才是第二次 back country可能五六次了 但就camping吃的好一点 那你不会觉得这些就是带很多东西出来 然后在这做饭就是会很麻烦吗 不会啊 就很有意思啊 这些东西你想想你填不了几次 对吧 你这barbecue 就因为麻烦你填不了几次 就你才跟 你比较想在一起的人一起做一些这些事才非常有意义 就不管是哪种camping 这是我第一次吧 以前 就是以前也没有想过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 就是真的经历 就现在so far给我的感觉就是人的确会慢慢安静下来 一开始像周围有人 然后他们都是带那种房车 感觉不是我想象中的camping的样子 但是的确慢慢随着天色降下来 人的确是会安静下来 就有的事情它的意义是在于 你跳脱出你平时生活中习惯的那些东西 然后它就会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就你每天去上班 你每天做你的那些research上班下班 然后生活就感觉都一样 我这个月过的都差不多 然后你突然有一天可以做一个节点 就作为这个月的节点 这种感觉吧 Waffle的表现也很不错 不吵不闹一直笑容大放松 对不对Waffle 对不对Waffle 舞蹈下去 看着这个它们的把 看到了吗 这两个吗 不是一般都打五个吗 嗯 再试试